欢迎收看Android Engine 4游戏程式设计入门 大家好,我是代班小助理Yui 在上段影片里我们介绍了Bullprint Class的蓝图类别 这是蓝图程式设计里很重要的观念 因为游戏里除了场景之外 所有东西,不管是玩家角色、NPC或者是武器道具 乃至玩家的操作界面几乎全部都是Bullprint Class 只有很少的程式会写在Level Blueprint 所以我们不仅要熟悉如何建立这些Bullprint Class 更要知道它们之间如何互动 在上段影片里,场景里的每一个黄色箱子 只看得到自己,看不到计分版 跟计分版也没有直接接触的机会 所以在被击中之后是无法直接更新计分版分数的 这和之前使用的Level Blueprint的情况不一样 那因为Level Blueprint的可以看到 整个场景所有物件也主导所有事件之后的处理 所以黄色箱子被击中之后 它可以先叫计分版更新分数 再叫黄色箱子爆掉 那 而在使用Bullprint Class的例子里 每个黄色箱子会睁大眼睛 看看自己有没有被打中 如果打中的话就启动自爆 但是它们并不知道计分版的存在 那当然也无法更新分数 如果想要更新分数 每个箱子必须先知道有计分版的存在 然后就可以要求计分版去做更新的动作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 Director Communication 直接通讯 直接通讯是指方块直接把要求传送给计分版 不透过Level Blueprint或者是第三者 我想大家都知道 现在网络游戏有所谓的伺服器 玩家只能跟登入到同一个伺服器的其他玩家互动 那而且这些互动都是先上传到伺服器 再由伺服器转发给收件人 这种方式就叫做间接通讯 顺便说明一下我们看到画面上 更新计分版分数的灰色框 是Blueprint的注解功能 只要把想要说明的节点框选起来 例如启动爆炸效果这几个节点 然后按下C 就可以看到灰色框 在标题可以直接输入说明 可以使用中文 我们就输入启动爆炸效果 打开之前使用的Blueprint class专案 在专案的Blueprint的资料夹里面 然后建立一个新的Blueprint class 然后在Parent class一样选择actor 把档案名称取名为BP scoreboard 这是计分版物件类别 打开BP scoreboard 然后按下Add Component按钮 搜寻Text Render 然后把Horizontal Alignment的水平对齐 跟Vertical Alignment的垂直对齐 然后都设置成Center 然后跟Xscale跟Yscale都设成10 按下存档之后 回到关卡编辑器 然后再把BP scoreboard 拉到对面的墙上 再把它转180度面对玩家 在之前的LevelBlueprint的例子里 计分版是直接用TestRender物件 放置在场景里 这里如果用同样的方式会有困难 因为我们这一段介绍的是 物件对物件的直接通讯 双方都必须是Blueprint class 才能接收到讯息 直接用TestRender物件的话 通讯对象是LevelBlueprint 但LevelBlueprint并不是物件 你不妨把它想象成是神明 人跟人的通讯跟人跟神的通讯 显然是有不一样的难度的 那我们回到BP scoreboard的 类别编辑器 建立一个Total score的总分辨数 然后把变数形态是整数 按下Compile编译按钮 让它初始值维持是0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Customer Event 客制化事件 客制化事件是不属于碰撞键盘输入等等 由系统提供的事件 而是我们自定义的 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我们自己取的名称而已 那我们切换到Blueprint的BP scoreboard的事件图 然后在空白的地方按滑鼠右键 然后搜寻Custom 点选AddCustomEvent 然后在红色节点的文字框输入AddScore 这样就定义了一个名为AddScore的事件 我们希望这个事件触发时计分板的分数会增加到100 把TotalScore的变数拉进事件图两次 分别选择GetTotalScore跟SetTotalScore 然后把SetTotalScore连接到AddScore的事件 然后把GetTotalScore拉出对话框输入加号 然后选择Integer加Integer 在加法运算下方的数字框输入100 再把TestRender的元件拉入事件图 从它拉出搜寻对话框 搜寻SetText 那把SetTotalScore的执行接点 然后和SetText连接 那SetTotalScore右下角输出接点 连接到SetText的Value 那把所有节点的位置稍微整理一下 这样就完成计分板设定 那我们存档编译之后再切换回到BPbox的类别编辑器 那新增一个Score的变数 那这个变数是用来告诉箱子 场景里的计分板的物件是哪一个 把Sboard的变数形态设为Object 在搜寻列里面输入BP Scoreboard 再点选它 那按一下Compile 编译按钮 物件形态的变数是无法设定出值的 在MyBeePrint面板的Sboard的变数名称的右手边 有一个看起来像是眼睛闭起来的按钮 那按一下让眼睛睁开 这会让这个变数成为Public公开 先按编译按钮 然后再切换到关卡编辑器 点选黄色箱子 在它的Details细节面板 就可以看到有Sboard的这个项目 直接从旁边的选单选择BP Scoreboard 现在这个箱子就可以跟计分板进行通讯了 再切换到BP Box 事件图 把Sboard拉进来 然后选择GetSboard 然后拉出搜寻对话框 输入AddScore 可以找到一个蓝色的AddScore节点 那把它跟例子元件 Activator 节点连接 这样在箱子报价之后 就会发出通知给计分板 请计分板进行分数 进行更新分数 然后我们按下Play按钮来试看看 在黄色箱子被击中时 计分板分数就更新了 那按ESC键停止后 在关卡编辑器里面 随手拉几个黄色的方块 到场景里 再按下 再按下 Play按钮 测试 除了打到最粗的黄色箱子以外 其他箱子打到的时候 然后聚分板都没有反应 按下ESC键 这时会有错误讯息跳出来 就是因为其他箱子的export变数都还没有设定 那我们把它关掉 那我们随便点选其中的一个黄色箱子 然后按下右键 在Select的选单下 可以找到Select All BP Box 这样就可以同时把所有的黄色箱子都选起来 然后在细节面板的 Sboard 选择 BPScoreboard 然后就可以同时完成所有箱子的设定了 这样是不是很方便 虽然如果能直接在BP Box宣告里 把Export的预设值设定为BPScoreboard会更方便 但在一个类别的宣告里 是无法看到场景里物件的 所以预设值那一栏无法修改 只能用上述的方式同时完成所有箱子的设定 那我们再来增加一点功能 客制化事件不只能够触发动作 也能传递资讯给对方 例如可以让不同的箱子打到时有不同的分数 回到BP Box的事件图 那新增一个变数叫做Score 形态设定为Integer 打开眼睛然后把它设定成公开 那编译之后把预设值改成100 再切换到BP Scoreboard的事件图 点选红色的Add Score节点 在Details面板的下方按下加号 新增一个参数 那把参数名称设定为Score 然后把参数形态改为Integer 整数 那把事件的节点 把事件节点的Score输出 连接到加法运算左下角的那个100 然后再按下Compel按钮 然后切换到BP Box 拉一个Get Score的节点 到事件图 然后把它跟 把它跟Add Score的左下角的Score连接 然后编译存档之后 回到关卡编辑器里 然后随便挑一个黄色箱子 把它的Score改成150 按下Play按钮试看看 打到它是不是获得150分 蓝图物件之间如何互相交换资讯 是蓝图程式设计里面非常重要的议题 以上我们先介绍了解 介绍了直接通讯的方式 那在之后的影片 我们会再介绍其他方式 就是那这边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